好 来关心到这个死刑事件 其实台湾目前37名死囚 好 来看一下有谁呢 上一节有跟大家讨论过一些 比较争议或者是比较有名的死囚案件 那再来还有包含这个刘荣三 名字有印象吗 性侵杀人焚尸 在2009年就已经8度判死 到现在还没有执行 那死囚销辛财是持枪射杀远警 又是一个杀警案 2005年也已经定验了 到现在一拖已经2025年了 20年过去了 另外死囚王宏伟 求爱不成 由爱生恨 杀了女生176刀 也在2009年就已经死刑定验了 这些都还没有执行 那另外呢 37名死囚当中 23位是犯下了杀人罪 9位强盗杀人罪 还有5人是掳人勒熟致死 平均他们都已经被关押了 20年的时间 中华人权协会的民调 到底针对这个死刑 民意的反应是如何 反对费死的还是 这个数字还蛮稳定的 几乎没有下降过 八成以上的民意 反对费死 主张费死的 降不到一成 百分之九点二 全国被害人权协会副理事长刘成武 站在这个受害者 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心声 认为死刑绝对合乎宪法意义 被害人 除非你是像艺人白冰冰一样 有名有钱 司法才会还其公道 否则下场都很惨 唯一只能靠法律来救助的被害者 结果现在如果死刑也没了 谁可以替他们发声 好 再来有网友说 总统给大法官们撑腰 因为据说今天的大法官阵容里头 这个主张费死的 好像占了半数以上 所以可能真的要看看 是不是大法官本身就有自己的立场 会被影响到 那另外有人说 民调有个差用 政府是野蛮人 还有八成是少数民意吗 结果目前看起来 好像党义才是民意 好 费死联盟也预计 下午三点可能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宣判 那费死联盟预计在 两个小时之后的傍晚 五点钟也会召开记者会 好 那台湾刚才是说到 为什么会有这场视线案吗 37名死囚 他们联合质疑死刑违宪 而申请视线 三点钟就会来进行视线的结果 民调显示 八成民众反对费死 更有高达八成五的民众 希望法院至少要保留 可以判死的这个选项 你可以这个更加的严苛 整个判决的过程 还有执行的过程 可以这个范围再缩窄 但是你不能完全把死刑 直接给废除 但是现在大家很担心了 因为呢 大法官当中 只要有七个人 就可以推翻八成的台湾民意 所以专家也呼吁 应该考量社会对死刑的信赖度 还痛批如果做坏事的人 都不能够被处罚 这个社会还有安全可言吗 极具正义的死刑事件案 将在二十号下午三点宣判 决定目前三十七名死囚的未来 但最新民调显示 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民众 不赞成废此 八十五点三 认为法院该保留判死的选项 更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点三的国人 认为死刑没有违反国际潮流 什么叫做罪有应得 什么叫做罪行相当 台湾对于死刑的民意 不是一时的暂时 或者是轻松的感觉 而是非常强烈而坚定的意志 要用司法判决的方式 对抗或者撼动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对司法公信来讲 有很大的伤害 贝斯联盟多次主张 死刑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而且有误判风险 但看看陈说别任内 曾枪决三十二人 马英九任内 也执行了三十三件的死刑案 蔡英文执政八年 只枪截了两名死囚 难道都是误判 都是违反国际潮流吗 更让人纳闷的是 宣理死刑事件案的 十五名大法官 扣除回避的三人 只要过半 也就是只要七名大法官赞同 竟然就可以否决 台湾八成反费死的民意 连刑罚做最坏事的人 都不能被处罚到急刑 这个社会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真的有冤狱 我们一定要找出来 但是不宜把整个死刑 一概而论 统统推翻 是不是鼓励一些重刑份 他一定不会被判死刑 增加社会动荡 社会不安 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判死刑 司法的天平上就倾斜了 死刑的存费 应该是交给 最高民意机关的立法院 来做决定的 三人七名大执行的死囚 包括唯一女婿的金氏媳妇 林玉如 一年内为了诈领保险金 杀了亲生母亲婆婆跟老公 最后2013判死 却拖了十年不执行 现在律师更强烈主张 他有心智缺陷 还有手法残忍 像是2008年犯下 国中女老生命案的 游逸臣 苏志孝 闯入被害人家 用胶带捆绑并强盗 接着再用电源线 将他活活勒死 还有黄霖凯 只因为不满女友提分手 先是将对方母亲勒币 再对女友强迫性交 并以同样说法狠心杀害 而且事后竟然毫无罪恶感 一旦死刑被认定为宪 将不再执行 不仅被害属家属不能接受 社会恐怕也将面临 前所未有的震荡 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 今天的这个下午三点钟的宣判 可能会有哪一些走向呢 结果第一个 可能是宣判全部核线 代表死刑仍旧存在 而且这些死刑案件 进入待执行状态 但是因为部分 还另外在申请示线 短期之内也不会执行 那第二个结果就比较麻烦了 可能重大的判决 也就是违背主流民意的判决 就是宣判死刑违宪 那所有通通死刑案 必须要撤销且发回重审 但问题是目前 好像台面上也没有一个配套措施 所以后续的立法 就真的很麻烦了 那结果三 可能是一个比较中庸的路线 也是外界预期最有可能的结果 就是死刑宣判核线 但是线缩解释 可以依照不同情况 获得重审 或者其他的救济机会 但是重审 还是有可能再次被判处死刑的 那今天有一个多的结果四 可能因为现在呢 民意跟这个所谓法官的立场 这个拉扯的相当的严重 任何一个宣判 可能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所以会不会今天下午 结果告诉你说 不了了之 还要再继续辩论 因为嘛 七位大法官的任期 都即将届满了 他们现在做判决 也蛮麻烦的 干脆交由未来接任的 新的七位大法官 来加入之后 再继续重审 继续辩论了 其实这次主张挺废死的 他们一个很大的论点 就是担心有冤狱产生 像是所有的37名死囚当中 最年长的这名 他也是视线申请的主角之一 王幸福今年已经72岁了 他是在这个1990年 就犯下了卡拉OK杀警案 那大意是说 他是掏出了枪支 给旁边的人 教唆对方杀害两名远警 但是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审判的争议 包含了说他掏出枪支 但问题是枪支上头 却没有查出有他的指纹 而且审判过程当中 传出重要的录音带证物 离奇的消失 所以很多人就主张 他们是被错判误判的 但是的确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就因为害怕有错判 误判害怕有冤狱 就干脆把死刑 这个选项完全给他消失掉吗 很多人觉得 这样好像未免倒果为因 对吗 这个人说对 他是谁 2022年 震惊全台的台南杀警命案中 殉职的远警图明成 他的二姐就说 废死就是倒果为因 司法过程有误判 那应该要去改善司法 而不是取消处罚 对受害者家属来说 死刑才能有些许 贫富家属的心情 而目前杀警案的凶手林信吴 一审已经判死 家属们也希望 未来的审判结果都能一样 更恳求已经宣告的死刑 早日牵截伏法 这个释宪案 觉得让我觉得 很不能够理解 提出来的那一个原因 会让人觉得说是 倒果为因 他们的立场是说 因为司法的判决 可能会有冤狱的产生 所以我们要废除死刑 可是这很荒谬啊 你觉得司法判决 有误判的可能 你应该想办法去改善 说那我们就不要有 处罚这件事 不觉得很奇怪吗 法律维护秩序的这个框架 只要你觉得不合你意 你就可以伸手去动它 你反而是造成这个社会 社会的动荡啊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想要什么 反对费死啊 因为我们的家人死掉了 只有死刑这件事 才能够些许的贫富 我们受害者家属的心情啊 死刑很野蛮吗 犯罪者有人犬吗 那他们在做出 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那他们跨过那条线以后 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标准 去审视他们了啊 当临性犯嫌 做出这样子事情的时候 他必须一定要付出代价 才能够维护这个国家的公权力 我们真的很希望 林信文在一审的时候 已经被判处死刑 我们希望之后的二审三审 也都是同样的 它象征的是 当我们的社会 遍离到重大恶徒 挑战公权力的时候 我们的司法制度 所给予相对应的处置 我希望我们恳求 已经宣告的死刑 应该要立刻牵截扶法 判死刑 可是你不执行 那这样根本就没有贺阻力啊 大家都知道不会判死 那这个死刑 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 死刑事先结果 预计下午三点钟宣判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大法官会议 进行了很多时间的讨论 现在外界就近代 这个会议解释出来的文字 之后 这就是社会共同的标准 而对于日前 法务部认为 执行死刑制度是核限 法务部长郑明谦 被记者问到 这个敏感问题 是回应说 无论核限还是违宪 法务部都有因应的措施 部长今天下午那个死刑 就要来进行宣判 如果核限的话 那么这些死刑犯会 尽快的来执行死刑 我想这个 整个下午这个 宪法法庭的一个宣判 我想有各种的一个可能 那我们本部也成立因应小组 来做适当的一个措施 大宝钢会议 进行很多时间的讨论 基于武权宪政的体制 我们现在都应该静待 这个会议解释出来的文字 那么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社会共同的标准 那现在我真的不宜多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是Anki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你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焊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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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